在娱乐圈中,明星们过家家世的婚姻对于吃瓜群众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分分合合,结婚生子,分道扬镳,也成为网友们的饭后茶点。 但圈内有这样几位明星至今未娶,年纪最小40岁,最大60岁,是忙于失业,还是背情所伤。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六位男明星的感情故事,看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1.胡哥先见留守儿童 胡哥作为圈内的实力演员,不仅人长得帅,演技也非常好。 当年那位风度翩翩的李逍遥,成全了多少女孩心中的少年了。 但有个奇怪的现象,已经40岁的胡哥至今没有娶妻生子,反而和他合作的女明星有不少都已经结婚了。 唐嫣嫁给了罗靖,刘诗诗嫁给了吴奇隆,这难道就是红娘体质? 胡哥出道这些年,虽然有不少绯闻,但是正儿八经公开承认的只有薛嘉宁和江书颖,不过都没有走到最后。 胡哥与薛嘉宁因拍摄《天下无双结缘》2006年正式在一起, 据说两人还曾患难见真情。 有一次胡哥派完社调英雄传后,乘坐的车与其他车追尾了,因此胡哥的眼睛受到了创伤, 曾四天进行了两次全马手术,在医院住了很久,就是在这段时间。 女友薛嘉宁放下了自己的工作,跑来医院照顾胡哥,都说患难见真情,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段感情持续了两年就结束了,两人分手的原因也朴朔迷离。 有人说是胡哥的经纪公司不同意,因为怕影响往后的发展。 也有人说是胡哥的母亲不接受女方,因为薛嘉宁的年纪要比胡哥大四岁。 不过这些都只是传说,真正分手的原因大概只有两人自己知道了。 江书颖是胡哥承认的第二任女朋友,两人在2014年被曝光恋情, 胡哥在年底承认恋情,他们不仅是校友,还都是上海人,真是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 不过这段高调的恋情,仅仅维持了一年也分手了,缘分妙不可言, 可能胡哥还没有遇到那个可以厮守一生的人。 二,费翔直到60岁,依旧截然一身。 就在11月24日这天,迎来了费翔60岁的生日, 只见照片中的费翔,脸上已有皱纹,自己端着生日蛋糕庆祝,有些落寞。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送上祝福,不过也有人感叹,这么重要的日子,应该和妻女在一起。 也不知道费翔至今不娶,到底是因为什么。 其实费翔也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史,当年春晚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 让费翔成为千万人心中的男神。 凭借超高的人气,费翔想要什么附加千金没有,但他却在万人之中选择了叶倩文。 费翔十分节身自好,他与叶倩文恋爱之前,费翔几乎没有同什么人传过绯闻, 两人曝光恋情后,也被媒体比作金童玉女十分相配,还里里登上头条。 就在所有人都很看好这一对时,费翔的母亲却出来横插一脚,费翔的母亲觉得儿子的事业正是上升期, 如果这个时候谈恋爱会影响他的工作,而且叶倩文那个时候也不是多出名, 对费翔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因此非常反对。 叶倩文眼看费翔母亲的态度没有好转,后来两人便分手了。 后来费翔的母亲还将自己的朋友胡音梦介绍给费翔认识, 胡音梦曾被称为七十年代第一美女与林青霞有的一拼,长得十分漂亮, 费翔与胡音梦在相识过程中互相信赏,但费翔也只是将她当作姐姐看待。 不久后,费翔将心思放在了事业上,在事业顶峰时,她去了美国学习戏剧, 在美国的这段时间认识杨兰,在生活中方面给予对方不少帮助,也曾有过短暂的相恋过程。 自此以后,费翔就再也没有公开的女朋友了,如今费翔年过花甲,依然截然一身。 有记者问她,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费翔说,因为见过世事无常,见过父母离婚,觉得人与人之间终究会分开,所以就没有结婚的必要。 三,周星驰历经四段感情,至今单身。 从以前到现在,周星驰是否已经结婚的消息,从来没有少过。 周星驰的第一任女朋友是罗慧娟,当初周星驰还在跑龙套事,罗慧娟已经出名了, 两人还曾合作过,阿德也疯狂,周星驰还将自己的荧幕出吻,献给了罗慧娟,两人在相处过程中产生了情愫,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你知道当年周星驰有多喜欢她吗? 周星驰曾说过,她想和罗慧娟结婚。 至于两人后来为什么分手,有人说因为朱英差组,也有人说是罗慧娟怕影响事业,但这件事没有得到证实,所以真相我们不得而知。 继罗慧娟后,周星驰的第二任女友就是紫霞仙子朱英。 但那个时候周星驰忙于事业,并没有把过多的心思放在朱英身上,虽然相恋三年,但也没有换来一个名分。 当年大话西游还没有拍摄完成,朱英就主动和周星驰分手。 周星驰在和朱英分手后,他和莫文卫的恋情也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曾有人爆料莫文卫插足周星驰与朱英的感情,才导致两人分手的。 而周星驰与莫文卫这段感情维持了四年,最后因周星驰希望莫文卫做他背后的女人,而是夜心很强的莫文卫,不同意退出歌坛,两人意见不合也就散场了。 周星驰的第四任女友是富商女儿于文凤,就是这个女人的出现,让周星驰的身价上涨到50亿。 余文凤是周星驰谈过最长时间的女友,两人在一起13年之久,曾一度传出两人将要结婚的消息,但一心扑在事业的周星驰,却迟迟不愿意给女方一个名分,即使在一起13年,最后也分手了,在后来周星驰没有传出过什么恋情了。 周星驰曾谈到自己不结婚的原因,他表示自己最爱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词话一出很明显,周星驰最爱的那个人是初恋罗慧卷。 4.何炅单身主持人。何炅主持节目这么多年,红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为人事表,就连绯闻都很少出现,相比于结婚生子的汪涵,实在是太低调了。 很多网友都不明白,已经40多岁的何炅为什么不结婚,他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 有人说何炅已经隐婚,对象就是王金,比何炅大三岁,曾是演艺圈的运作总监,还帮何炅出过书,开过专辑,对此何炅却表示否认,曾在综艺节目中表示自己是单身。 不过网上也有流传和老师兴趣向有问题,所以不方便公布恋情,难道何老师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结婚的吗? 5.成坤没有结婚,却有一子。娱乐圈有这样一位男演员,没有结婚却有一子,他就是成坤。 当年人气顶峰的成坤,被记者拍到他与一名小男孩在一起玩耍,并称这个小男孩是成坤的儿子。 消息一出沸沸扬扬,很多喜欢成坤的粉丝都无法接受,自己的偶像巧无声息地蹦出来个儿子,随着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点都在,生母到底是谁? 有人猜测是董洁,也有人说是周迅,但对于孩子生母的是谁,成坤至今为止没有透露半个字,就只是公开承认,那个小男孩确实是自己的儿子。 而面对儿子的疑问,成坤也只是回答,你没有妈妈,你只有我。 随着成尊幼的长大,成坤也在不断弥补孩子的缺失,会陪他一起去旅行,失败会给予安慰,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正确的知道。 就连成坤都说,自己和儿子不像父子,更像是兄弟。 如今已经年过四十的成坤,全部生活除了拍戏就是儿子,不结婚可能是为了降低对孩子的伤害,也可能是想以失业为中心,不管为了什么,都是成坤自己的选择。 六,颜承旭年过四十,却念念不忘艺人。 当年因流星花园爆红的颜承旭,成为多少女生的梦中,但已经已经年过四十的她,却还是孤身艺人。 颜承旭在早年间有过一段绯闻恋情,就是如今我们熟知的嫩模林志玲姐姐。 当年颜承旭人气超高的时候,林志玲还只是个无人问津的小模特,即便如此,两人也相恋多年。 曾传言,2005年,林志玲音牌广告受伤,当场断了六根肋骨,后来接受采访。 林志玲说真正伤害自己的,并非陌生人,而是亲近人。 而当时亲近的人正是颜承旭,当女友受伤骨折,她第一时间不是安慰,而是责怪没有照顾好自己。 这种关心方式让对方觉得很受伤,而且两人相恋多年,颜承旭却从未在公开场合承认过恋情,双重打击下也让林志玲十分伤心,后来两人便分手了。 分手后的颜承旭一直对林志玲很愧疚,受单亲家庭的影响,自己学不会去爱一个人,也不小心伤害了爱自己的人。 后来颜承旭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相处方式真的有问题,也算给林志玲的一个隔空的道歉吧。 婚姻并不是一道必选题,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结语不结是自己的选择,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其他都显得不重要了。